一对男女凌晨开车经过无耗日灯的路口时 疑似不熟悉路况自撞分隔岛 车头撞毁 驾驶昏迷 女乘客伤势严重 另外新北市则有驾驶开车要转弯时 跟背上的小货车发生碰撞 还波及路边的两部机车 黑色小校车行进新北市卢州三明路和宝和街口 左转时和对象执行的小货车撞个正着 小货车失控在推撞路旁两部机车360度旋转 地上零件散落一地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镜头转到台中市 凌晨十二点多 也发生了一起车祸意外 副驾驶坐上的女乘客受困车内意识清楚 不过她身上多处擦错伤 脸部还有撕裂伤 消防人员利用工具将她救出台上单驾驶 痛得不断哀嚎 白色修律车卡在中央分隔岛 车头严重回损 车内安全气囊全爆开 警方调查49岁的梁静男子 当时开着要价200多万的租赁车 载着27岁许姓女子外出 疑似因为路况不熟 自撞分隔岛 其中男子伤势严重 一度失去生命迹象 经送医抢救后恢复心跳 目前还在家户病房观察 因部门原因自撞中央分隔岛 本件交通事故造成驾驶与乘客分别受伤 以报警检察官合发鉴定许可书 因此驾驶是否酒驾还要进一步厘清 而同样自撞的还有这名男大生 监视器画面看到 当时他开着白色小轿车 行进雾峰区一处路口时 突然擦撞右侧护栏 整辆车翻覆四轮朝天 95年次的男大生拿到驾照不到一个月 他说因为路况不熟才会发生意外 幸好只有双脚擦错伤 记者综合报道